早安 有兩次飛機 法國僑民大包小包敢登機 因為手架從一日的撤僑班機 準備起飛 我很開心地在這裡 我不知道什麼會發生在那裡 事情有點緊張 但我認為它會變得更好 抵達巴黎 平安撤離的法國民眾 鬆了一口氣 一日上個月發生政變後 出現反法情緒 不只法國 義大利也派出撤僑班機 並且協助美國公民撤離 我們確實在意外 法國和其他國民眾 去逃避他們的民眾 當然我們要求 尼西蘭的法國 幫助逃避他們的逃避 連日來 尼日的反法情緒高張 招瑕持多日的尼日總統貝佐姆 也首度公開露面 與查德總統兼並兼合照 因為查德總統前往尼日 跟軍政府斡旋 而發動叛變的軍政府 現在已經有兩個國家承認政權 尼日狀況讓各國頭痛 軍事領袖透過武力推翻民主 已經加劇非洲的不穩定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